创业失败急需用钱 一家公司快捷放贷 签合同拍视频 一系列操作 究竟为何 我们借款给你 主要还是保证 我们的一个资金安全 60多万的越野车被开走 究竟是抵押还是买卖 被开走的抵押车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3年4月初 重庆市公安局 渝中区分局大平派出所 一名男子慌慌张张地前来报案 他告诉民警 他的一辆价值60多万元的越野车 被人强行开走了 明晨三四点钟的样子 我们就睡着了 他就直接把车就开出去了 报警人李先生是重庆本地人 他说他的越野车原本停在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当时他就在停车场门口 可是由于事发在凌晨 当他发现车被人开走时 他想追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就感觉很无人为力 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听了李先生的描述 民警立即调取了李先生那辆车的行驶轨迹 果然发现了异常 当时在制作笔录期间 就查询了车辆一个轨迹 发现车辆已经在离开重庆的路上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说法 重庆的李先生 他的价值60多万的越野车被人开走了 那么开走李先生车的人是谁 这个人为什么要强行开走他的车呢 李先生告诉民警 这和他最近的一次抵押贷款有关 李先生20多岁 毕业后创业开了一家公司 由于经营不善亏了不少钱 2023年3月 李先生为了偿还债务 他想通过贷款来解决公司的资金困境 李先生当时觉得通过银行贷款 可能审批和放款周期会比较长 于是他想通过网上 找一家能快速放款的抵押贷款公司 很快就有一个贷款中介联系到李先生 说有一家抵押贷款公司 贷款手续非常便捷 而且放款很快 一个中介他就介绍的去做车底带 但是他那边不压车就装GPS 说是这样说的 车辆就是我们李先生 还是可以继续开 利息而且不算很高 李先生有一辆2020年购买的越野车 购买是花了60多万元 但车辆登记在他母亲的名下 那名贷款中介表示 这种情况只要开一个委托书就可以 不影响抵押贷款 而且贷款可以不用抵押车辆 不影响李先生使用 李先生觉得这个贷款中介很可靠 于是他们相约第二天到一家茶楼商谈抵押贷款事宜 我是说是10万左右 反正10万左右 他们当时他们自己来评估嘛 就说可以给8万5 李先生回忆 当天那个贷款中介带他来到一个茶楼 有三四个人自称是贷款公司的人 其中一个男子姓周 周某在查看了李先生的车辆手续后表示 由于李先生的车登记在他母亲名下 因此只能带给他8万5千元 而且除了利息 先期需要扣除手续费 安装GPS定位系统费 考察费 保证金等费用 保证金还款之后就会退 然后李先生他觉得这个也合乎群力 我就在乎我到手多少 具体他砍的那些上哪去做什么用呢 我不是很累 我当时就没有多问 周某经过计算 李先生贷款8万5千元 扣除相关费用 实际给到李先生手里的是606百元 但周某承诺 等贷款结束后 其中的1万多元的保证金是可以退的 李先生觉得也合理 就同意了周某提出的条件 其实当时我觉得 这6万多块钱到手里 还有多的一点的话 自己像什么网贷 信用卡什么刷出来 抽一抽差不多也够了 接下来周某拿出借款协议 授权委托书和一份车辆买卖合同 让李先生签字 当时李先生产生了疑问 明明自己办理的是抵押贷款 为什么要签一份车辆买卖合同呢 对此 贷款公司的周某解释说 是为了保证他们公司的资金安全 如果说你不还款 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资金怎么办 如果你正常还款 合同 我们是会当场销毁的 签完合同后 周某拿出了8万5千元的现金 给到李先生手中 让李先生拿着合同和现金 站在李先生的车旁边 拍一段收款视频 视频中李先生是这样说的 你收到车款8万5千元 因为他不是网银转账 他要一个收款评证 就只能我把现金拿着 他给我拍个视频 让我说收到车款多少钱 当时我还没太注意 我也就照着说了 李先生说 虽然视频中说的是 收款8万5千元 但只是为了配合拍视频 实际他拿到手的 只有六万零六百元 拍了视频后 周某又提出 这次抵押贷款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要到李先生的居住地 进行考察 这个流程很简单 就是到家里面看一下 你是不是实际居住在这里 我们看一眼就走就行 贷款公司这样给李先生说 第二天 贷款公司的周某 安排两个人到李先生家考察 而考察的过程 却没那么顺利 因为贷款公司的人 以李先生居住的房子房产证 没有登记在李先生名下为由 不能通过他们的考察 而没有通过考察的结果就是 李先生的越野车 还是要抵押到他们那里 他们反正解救各种理由 就是说 我还是不符合他们这边的规矩 还是必须要押车 越野车被开走后 李先生越想越不对劲 贷款合同上明明写的是 贷款8万5千元 最后只拿到了六万零六百元 而且当时签署的几份协议 他手里一份也没有 说好的不用抵押车辆 最后车还是被开走了 李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 于是赶紧联系贷款公司的周某 说钱不借了 车能不能给他开回来 这时贷款公司的周某 态度突然变得很强硬 他告诉李先生 想要毁约可以 但是李先生不能只归还 拿走的六万零六百元 而是按照合同 还款八万五千元 否则别想开走他的车 周某这块就提出 我们产生了很多费用 然后是因为李的问题 这个合同它不能进行 是因为李的问题出现的 所以我们要收取一些人工费用 李先生从贷款公司 拿到的六万多元还没用 没想到隔了一个晚上 就要还八万多元 这时的李先生确信自己被骗了 不过他想自认倒霉 花钱买个教训 想办法凑够了八万五千元 可李先生在联系周某时 周某不是不接电话 就是表示有事推脱不见面 有各种理由 他有各种理由 说什么库管出差 乱七八糟的 让我等多久都在去拿车 当时我就感觉不对 我就直接报警了 由于找不到周某 李先生只能报警 而当出警民警联系到周某时 周某带着合同出现了 而且他的回答 让李先生感到很震惊 周某告诉出警民警 他们和李先生签署的是 车辆买卖合同 不是抵押贷款合同 而且让民警看了李先生的收款视频 这样的说辞让在场的李先生傻了眼 而看到周某出示的证据 出警民警让李先生和周某 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此事 我口说无凭 就像我当时怎么给那个出警的民警说 我这个事怎么怎么被骗呢 他也说你这个口说无凭 也没有什么证据什么的 所以就拿他没有办法 由于李先生和周某等人 没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不欢而散 接下来李先生决定自己寻找车辆 幸运的是 李先生意外地发现 他的越野车停在 在重庆的一个小区地下停车场里 当时是在九龙坡里边 一个地下停车场里边 当时我们就一起去停车库找车 因为里面密码停了好多车 就根本开不出来 虽然找到了车 但是车却开不出来 李先生判断 这个停车场很可能是 那个抵押贷款公司承包的 里面停放的车辆 也都是抵押车辆 于是李先生决定 在停车场门口守着 等有人来开车时 他再去当面交涉 就一直守着 他当时给他们要去交涉 他们也不理 当时他们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你要去跟他们交涉 他们已经不理你了 一连守了几天 李先生也没有看到 有人来这个停车场 而到了一天凌晨 李先生在停车场门口睡着了 可是突然停车场的门开了 他的那辆越野车被人开了出去 等李先生发现 想追回已经为时已晚 无奈之下 等天亮以后 李先生来到了 渝中区分局大平派出所报案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 李先生的报警情节 陌生男子驾驶车辆 将要驶向何方 然后车辆 他是在重庆买的 男子贷款一万元 抵押车却不翼而飞 被开走的抵押车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大平派出所的民警 听了李先生的陈述 虽然觉得这起案件疑点重重 可是苦于李先生提供不出任何证据 这也让民警一时无法做出判断 民警决定联系李先生提到的 那家抵押贷款公司 疑问究竟 他们会做出什么解释呢 根据李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 民警拨打了抵押贷款公司 周某的电话 希望他能来派出所 令民警没想到的是 周某直接拒绝了民警 贷款公司直接向我们提出 对方已经报过很多事情 我们也向之前的民警 说明了情况 我们就是一个经济纪纷 然后车现在是卖给我们的 不需要我们公安机关 继续来处理这个事情 抵押贷款公司反常的举动 让民警感觉到案件有些不对劲 于是民警决定 先调查李先生那辆车的行驶轨迹 没想到那辆车 已经在离开重庆的高速公路上 车上有两个人 那么开车的人是谁呢 我们又通过就是卡口一个照片 然后我们去联系了一下 当时开车的人 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发现这个开车的人 他是一个湖北人 然后车辆他是在重庆买的 民警经过沿途监控 研判出开车的人是来自湖北的王某 民警立即联系到王某 想疑问究竟 而王某告诉警方 他是做二手车生意的 他开走的越野车 是重庆那个贷款公司里的 一名男子卖给他的 这时民警感觉 这很可能是一起套路待案件 首先的话 如果一般的民事纠纷 被害人或者叫被害群众 他手里面肯定有相应的 一些经济纠纷的证据材料 我们比如说合同 比如说一些相应的一些转款记录 都是应该有的 但是这个案子里面 恰恰是没有这些 从这个利息的额度和这个周期性来看 我们认为它也符合套路待的一个特征 随后 重庆市渝中区分局大平派出所 刑侦支队 法治支队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展开调查 专案组民警考虑到 套路待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肯定不止一个人 而且从他们的作案手法来看 他们不是第一次作案 被害人也不止李先生一个人 于是民警决定 先从近一年来的报警记录中 进行筛查 然后在查询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 涉及到这个公司的报警记录 它不止一条 然后我们在根据这些报警记录 分别联系上被害人 潜在的被害人 然后通过询问他们 然后才发现 签订这个阴阳合同 虚假合同的这种方式 可能不是一个个案 而是一个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 除了李先生之外 同在重庆的王先生 也有着和李先生相似的遭遇 2023年1月份春节前 因为家里经济比较困难 王先生想通过网上 找个抵押贷款公司借钱 很快一个贷款中介就联系到他 王先生有一辆 刚购买几个月的小轿车 是花了十几万元按揭购买的 他想用车座抵押 贷款一万元 两个月还清 那名贷款中介满口答应 并承诺他联系的是 不用抵押车辆 就可以贷款的公司 他来就去查了一下 他说可以 他们那边无抵押贷款 就装GPS车自己用 第二天 王先生和那名贷款中介 来到了一个茶楼 那里已经来了几名男子 经过介绍 他们就是抵押贷款公司的 其中一名男子是周某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那个抵押贷款公司的周某 他告诉王先生 贷款一万元 需要提前扣除一个月利息 服务费 保证金 安装GPS系统等费用 共计2900元 但500元的保证金 在王先生还完贷款后 会如数返还 王先生听了觉得合理 也就答应了 当时他就跟我说 签了一个抵押贷款合同 然后签完过后 他就让我出去看车 安排了一个人 看完过后 他又让我回来 又签了一个什么买卖合同 王先生记得很清楚 除了借款合同 他还签署了一份车辆买卖合同 对此 王先生也产生了疑问 他在旁边的话 又跟我说那些 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按时把钱还了 这个合同我们会销毁的 他就一直在那里 跟我分开我注意力 当时我也急需要钱 也没怎么考虑那么多 就签了 王先生没多想 就准备拿着7100元回家 这时周某又说 为了他们的资金安全 要安排两个人 跟着王先生回家考察 考察结果异常顺利 王先生本以为 这件事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一周后 王先生有一天早晨 准备去上班 突然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王先生立刻联系到了 那个贷款公司的周某 周某告诉王先生 他们通过后台 看到在王先生车上 装的GPS系统显示异常 所以他们已经把车开走了 随后 王先生找到了贷款公司的周某 周某说 王先生违约在先 如果王先生想要回车辆 需要还16000元 他就说 现在你要车可以 现在我们要16000了 因为你们 已经扣了3000块钱了嘛 我说这1万块钱 我可以还给你们 你们把车给 看车是不可能的 你要看车的话 那这个钱我们也不要了 车你也不想要了 就这种 此时王先生感觉到自己被骗了 于是报警求助 可是当民警赶到现场后 周某拿出车辆买卖合同 并告诉民警 他和王先生之间签署的 是车辆买卖合同 而现在王先生反悔了 最终 出警民警让王先生和周某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王先生通过各种方式 想找回自己的车 最终都没有结果 我们在联系被害人的过程当中 虽然他自己知道 可能自己被诈骗了 但是确实自己 又拿不出一个明确的证据 来证实自己被骗 很多就感觉自己是 哑巴吃饭的 没有办法 被害人纷纷报警 手中却没有证据 签订合同 因为有时候签的是空白合同 不是一事两份 就只有那一份 他就自己拿走了 涉案车辆被转卖 民警跨越千里追赃 被开走的抵押车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案组民警经过调查 找到了15名被害人 而这15台涉案车辆的价值 有400余万元 那么犯罪嫌疑人 到底是一伙什么人 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套路 让被害人上当的呢 随着民警的调查 更多的案件细节 显露了出来 专案组民警经过调查 逐渐摸清了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 他们首先有人通过网上 寻找有贷款需求的客户 然后会以贷款便利 手续简单为诱饵 让客户信以为真 他的噱头就是说 你的车辆我不扣 你不需要抵押在我这 我只可以装个GPS 而且我要上门进行考察 等有客户前来贷款 他们会借着人多是重 让贷款人接受各种费用 并签署空白的车辆买卖合同 以及录制收款视频 为下一步诈骗埋下了伏笔 签订合同有时候签的是空白合同 贷款人会把自己签好 签好以后 他们这伙人他也不签 直接就把 不是一事两份 就只有那一份 他就自己拿走了 而最终犯罪嫌疑人会以考察不通过 或故意制造贷款人违约 来开走贷款人的车辆 然后藏匿起来 并尽快出手变卖 当贷款人发现不对劲时 往往会选择报警求助 这时这个团伙成员 会有人拿出车辆买卖合同 来迷惑出警民警 让民警误以为属于民事纠纷 不予受理 在确定了这起案件的性质以后 专案组民警首先 从那几个被害人都提到的 贷款公司的周某开始调查 通过大量调查取证 民警最终研判出了一个 由周某 张某为首的 八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事案人员分布于四川 重庆等地 前期的一个调查 就发现这个公司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口公司 只是简单地租了可能一个茶楼 临时作为一个办公点 专案组民警在掌握了这个团伙 大量的涉嫌犯罪证据后 2023年5月15日 专案组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民警前往四川成都 对以周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抓捕 另一路民警在重庆 对张某等人进行抓捕 到达成都之后 就发现了我们四名嫌疑人 就在这个茶楼 然后我们直接就对 这四名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与此同时 重庆本地的专案组成员 在一个商铺内将张某等人抓获 在房间的保险柜内 查找到了大量汽车买卖合同 和汽车钥匙 他发现被我们警方掌握了 这些足够的证据之后 最后是对这个事实 承认下来了 同时把我们带到了 他们那个公司助理的一个停车厂 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厂 是犯罪嫌疑人张某 周某等人租的 专门停放抵押过来的车辆 停车厂内停放了多种品牌 几十辆车 就是这个现场也讯问了 这个嫌疑人张某 张某就说这些车是我们通过 这个所谓的汽车租赁 汽车这个抵押败款这种形式 这个收下来的汽车停在这里 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掉的 也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卖出去的 犯罪嫌疑人周某交代 2021年他和张某等人 注册了一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而这家公司根本没有放贷资质 他们一直在非法经营 放贷过程中有没有其他问题 但是自制的放贷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 毕竟没有放款资质去搞这些东西 周某交代 一开始他们按照正常的放贷业务去经营 但是他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根本就赚不到钱 于是他们当中就有人提出 用套路贷的方式骗取贷款人车辆赚钱 他们几个人便一排集合 最开始做着做着也不知道 反正也不知道就是合法不合法 就先做着 做着做着后面估计就是慢慢变了位嘛 在整个诈骗团伙中 周某等人分工明确 周某和几个同伙主要负责谈客户 以及让客户签合同等环节 而张某几个人主要负责找客户 存放车辆 以及把车辆转手卖掉 周某交代 他们把车骗到手后 会尽快把车转手卖到外地 一般一辆车的利润少则两三万 多则七八万 就像李先生那辆越野车 他们一开始放款给李先生六万多元 然后他们卖给湖北的那个买家是十五万元 而王先生的那辆小轿车给了王先生七千一百元 最后他们以四万元卖到了四川 周某他们本以为整个流程设计的天衣无缝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警察给抓了 如今他们后悔莫及 不仅给自己造成了自己还有家里面 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些困难 然后也给那些比如说报案的人 他们自己自身也肯定也造成了点困扰 这个特别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小孩还两岁多 昨天做梦我还梦到我的小孩了 嫌疑人到案后 于中警方为了替被害人挽回损失 开启了寻找涉案车辆的工作 不到一年的时间 民警从四川 河南 湖北 甘肃 西藏等地 成功找回了涉案车辆13台 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目前周某 张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移送至重庆市于中区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 欢迎杨教授 杨教授 本案当中的被害人 王先生 李先生 他们是用车辆座抵押去获取贷款 但是犯罪嫌疑人在他们办手续的时候 会让他们签一份 所谓的车辆买卖合同 这是不是套路贷当中常用的手段呢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套路贷款案件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本来是一个抵押贷款的事 但是嫌疑人又使被害人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 第二就是嫌疑人以保证金 手续费 被考察费等等为由虚增贷款金额 第三就是单方面的以考察不合格为由 认为被害人违约要求扣车 并且强行开走了被害人的汽车进行转卖 这就说明嫌疑人的目的 不是获取抵押贷款的利息 而是非法占有被害人的汽车 杨教授 本案当中的涉案车辆呢 被犯罪嫌疑人卖给了全国各地的二手车商 而二手车商又把这些车卖给了一些个人 那么这些购买涉案车辆的人 他们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些汽车购买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要分情况 如果这些购买人是以基本正常的市场价格 以正常的正当的渠道或者方式 购买这些汽车的话 那就不存在法律责任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们明知道这个车辆是犯罪所得 而予以购买的话 就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当然所谓的明知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明确地知道 这个车就是诈骗或者其他犯罪得来的 第二种情况是推定明知 比如说交易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 交易的方式偷偷摸摸的很隐蔽 或者车辆的证照手续不全等等 那就可以推定车辆的购买人士 明知车辆是犯罪所得 在今天的节目中 抵押贷款的被害人到最后 明知道自己被骗了 可在维权时 面对自己签下的车辆买卖合同 和录制的收款视频 却是有苦说不出来 他们不知道 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 好在警方经过连日的调查 最终将这个团伙一网打尽 希望这些被害人通过这次经历 都能吸取教训 同时这起案件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 在借款时要选择正规机构 看清合同条款 识别阴阳合同 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好 感谢收看近日说法 也感谢杨一娟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我们下单的节目